现在是7点了 然后我让大家开始吧 现在很多同学已经加入了 这个推出群已经开始了 好 现在大家能听得清吗 如果能听得清的话打1 听不清的打2 我先确认网络没有问题 大家都可以听得清 大家可以在推出群里回复一下吗 听得清打1听不清或者延迟打2 好的 现在 好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拉开 录制 拉开一下 中间有块录 可以 现在我把这个拉开 可以 好 首先我先大致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叫我是D老师 对我是X老师的好朋友 然后 对 然后 我现在之前的兴趣方向是 大概有两个方向 原来是加入那个 已经开始不平了 我原来是加入PHD的时候 方向主要是Database和Data mining 还有那些Social Network和Information Retrieval 然后后来加入工作之后 我现在主要的方向是 比如 一开始是在一些Big Data 比如说Hadoop 或者比如说Cosmos之类的 后面慢慢 我们兴趣开始转向了Micro Service 现在 做的工作是更加底层 比如说是一些 做一些非常底层的Infrastructure 底层的比如说 涉及到一些 具体那些framework的实现 比如说那些host之间 他们怎么样做 communication 怎么样做Consensus 就是在Implantation Level 对 现在总的大致的方向是 一开始是偏向应用 但是随着慢慢经验的增多 开始转向了系统底层的实现 对 经常也会用到AWS 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和AXS老师讨论 我们以后是否也会开Big Data 或者AWS相关的课程 这是大概是关于我自己 我自己的话 另外也是对区块链和比特币 非常感兴趣 在我的业余时间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去看一些底层的技术 相信呢 做了一些和一些好朋友 做了一些小的project 对 也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说我平时 就打算开这一节课和下节课 准备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那些blockchain相关的基础知识 这个同学说课开了吗 就是说Big Data或者AWS还没有开 我们只是在商量中 现在的话我们先准备 主要的经理还是放在这两节课 关于blockchain 下面的话 我们走向下面 关于blockchain的话 现在是一个非常火的话题 因为 比如说虽然是在中国大陆 比特币是被严格的监管 基本上也是被禁了 可以说是 但是是在其他国家 比如说特别是日本韩国 还有这里的美国 就是比特币以及相关的各种币 以及区块链的研究 正是如火如荼 其实说 我说中国把区块链禁了 其实这个也并不是完全禁了 应该是说yes and no 对 yes的话是说 被他禁了的意思就是说 区块链的话是政府官方 为了规避金融风险 所以说就是 不主张在中国大陆内部 放一些比特币的exchange 所以说你是在中国大陆 不能通过官方的手段 能够交易的比特币 但是各级政府是对区块链的投入 是非常大的 甚至这个对区块链的投入 我跟我们在国内 或者是在美国的朋友 都讨论一下 甚至是比美国很多 那个各个州政府 或者是联邦政府的投入更加大 对 在比如说 在杭州 他们甚至政府主导 还开了一个区块链研究院 各个政府都是 开始试水区块链的那个相应的项目 之所以不放 不让这个比特币的exchange 或者其他的coin的exchange的话 在中国大陆 主要是要规避金融风险 这位同学说 人民币可以买类似的货币吗 就是说你在中国大陆 不可以直接买 很多具体操作 有的人是通过黑市 有的人是通过香港 比如说 现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exchange 叫finance 它的那个transaction的那个量 是非常 可以说 很多时候是排了世界第一 甚至超过了coinbase 大家都知道coinbase 就是 比如说知道的打一 不知道的打二 对 那我就大致 大致 讲到这里 我就大致介绍一下吧 就是说 嗯 就是说比特币的exchange 的话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在美国 在欧洲 这个东西也不是 新的事物 早在好几年前 就是 特别是在欧洲 比特币就非常火 比如说 著名的exchanger MT Gox 就是那个 在欧洲最大的比特币的交易中心 但是那个中心 出了件很蠢的事 它security做得不好 一下子被hack 大概是几年前的事情吧 结果那些投资者损失惨重 后面这个exchange 就不得不暂时关闭了 这个造成很坏的影响 那大概是几年前 对 因为几年前我有两个朋友 已经开始 具体说应该是七年前 他们已经开始关注比特币 并不是说 只是说做那些投资 但是他们其实真正是 在比特币上面 在sauce code level上 已经开始开发 或者是研究 他们甚至有一个人 就是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他已经看 也是三十出头 对 但是那个时候是特别的早 但现在的话 我不建议大家去 花很多的钱投资在 因为现在的话 已经过了 cash 那个hack的阶段 所以说我这里的课程 关注的是比特币的基础 支持架构 并不是鼓励大家炒币 我相反 我是不鼓励大家炒币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 一个技术是好的 往往是被一些不好的人给利用了 比如说国内有很多发行的 现在是各种各样的空气币 就是实际上 他们也是基于ETH 就是Eth 就是Eth 做了各种各样的空气代币 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 但是大家就是为了是传销 击鼓传花一样 就是鼓励大家 不明就是捐献了投资者去 他们最后基本上价值会归零 所以说这种大家一定要是小心 好的 然后这是大致说了一下 那个比特币现在的趋势 比如说在日本韩国 他们政府和民间都是非常鼓励的 蒂老师有个同学 他是韩国人 他在那个韩国是火到什么程度的呢 也就是说市场卖鱼的大妈 那个时候都是花了很多的钱 比如说20%的资产 都是放在比特币里面 比如说日本也是非常火 他们是无论是政府和民间 都是非常鼓励 投资各种cryptocurrency 不仅仅限于比特币 比如说一些ETH 还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Litecoin 或者Ripple 有各种 韩国是对 这位同学提到了 韩国现在是不是政府监管 是 但是他那个监管是 最近也是有点像是中国政府的初衷 就是说防止大家不懂 任何知识 或者底层知识的人 就是比如说市场的大妈 就是大规模的 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 全部投在那个上面 因为一旦失败 或者是短期内 比如说震荡 都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 它是 这里的 他们韩国政府的监管 是说要把那些比特币 或者什么都会实名制 比如说你开个户 就像现在美国的Coinbase 如果你现在是 要交易的话 以前的话是 只要是 link你自己的一个 credit card 或者debit card 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 他需要一个具体 你需要Uploaded 自己的ID 比如说Driven License 或者Green Card 现在就是说 王子会防止洗钱 也顺便就是防止那种 比较大的金融风险 对 但是他们还是 韩国政府出了监管之后 他们政府再次重申 他们对Cryptocurrency 是支持的态度 对 因为他们是觉得 这是个金融的创新 这个也可以理解 比如说 现在整个金融秩序 是被美国的美元 因为它的美元和石油 是仅仅相关联的 所以说是 大家所有的交易 基本上大规模的交易 都是通过美元 但是那些 比如说韩国日本 他们也需要 希望在整个世界货币市场里 分一杯羹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技术 可能Distrupt现在的 主流的那个金融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他们 之所以支持比特币的原因 这个其实跟我们 比如说是支付宝 普遗类 情况也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为什么 其实支付宝和那个 微信支付一开始 也不是自己原创的idea 也是站在PayPal 但是PayPal在美国 没有办法像支付宝 在中国那么普及 很大的原因是 中国现在的 Credit Card 非常不完善 比如说对客户的那个 保障非常的有限 比如说被盗刷 或者是被 出了各种的疏忽 最后是让顾客去买单 但是在美国的话 基本上是让商家买单 或者是在银行买单 所以说这个造成了 大家对新的 PayPal的或者是相应的那些 Mobile Payment 美国的套品 并不是很快 相反就是因为 中国正是因为 它的Credit Card 不完善 所以说是导致了 这些Mobile Payment 非常的 普及的非常完善 这个可能也是个 后发者的优势 对 好的 现在呢我继续往前走 这个 下面说一下这个 捷克的 Exactation 对 因为就是说 涉于比特币的底层 比特币以及区块链的底层技术 这个 是相当多 相当难 如果是 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是 完全 就是非常深入的理解 这个我觉得是两节课 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我估计的一下 你要是 成为一个中等 理解程度的 至少需要八节课 我们也在探讨 看看以后的需求大不大 我们也可以扩展到 比如说 六到八节课这样的 我们就可以就是 不是太深入的 就是 就是 我们现在这两节课 不会太深入的设计一些 非常底层的算法的指示 这个的话 因为是他 比特币底下 里面有太多太多的 那个各种 无论是EU的技术 还是他创新的那些 创新的idea和那些想法 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 希望就是通过这两节课 把大致的那个 high level的idea 讲清楚 比如说architecture 大致的 每个模块是做什么的 如果是大家想深究的话 我也是为大家做的准备 比如说你看 现在我做这个slides 大概有50个slides 我还为大家 准备了相应的 coding project 就是说如果大家 学有余力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们 就是仔细连读我每个slides 或者是google相关的内容 同时做我一下的coding project 一些coding project需要用goline 去实现一个 比如说一个mini blockchain 或者后面的是mini smart contract 你如果是go through 有学有余力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或者是参加我们以后可能 开的那个advanced blockchain的class 来学习和了解 第二个说话是 基于我们xcode的目的是 因为大家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想大部分这里的学员 都是所有的目标是 所有的目标是 就是说大家是做一个interview 所以说我这里的话 是尽量的会把blockchain 和我们现在的system design 集合起来 这样的话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比特币 其实它并不是说 所有的技术都是创新的 比如它底层会用100个技术 其实相当于比如说80到90个技术 其实是已有现有的各种 distributed system design 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现在的一些面试题 或者是手头做的project 联系起来 比如说10到20个技术 是它自己原创出来的 当然我可以high level 给大家讲一下 但是大家这些真的新的innovated idea 就是说 在客观说 说大于大家工作中 可能是用到的机会不大 因为它那个技术太前沿了 因为现有的公司比如说 都是会倾向用比较成熟的技术 对于太前沿的技术的话 一些大公司会有专门的team 作为相应的投资 但是它把它变成成熟之前 不会大规模在公司里面普及 对这个就讲清楚了 就是如果是一些 我会现在现在继续讲下面的slides 对有些技术detail的话 我们比如说可以课后讨论 或者是大家可以学有余力的 可以通过coding assignment 来解决 对 好 可以 现在的话我下一个的话 我是给大家讲一下 现在的大纲 第一个的话我会大致的描述一下 这些核心的概念 比如说什么叫bitcoin 什么是pool 什么是mining 第二个的话是比特币的一些应用 或者是区块链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它可以作为coins 可以作为数据溯源 还有其他很多的防伪 各种各样的应用 就是它怎么样把区块链技术能够落地 第三个是比特币的比如说 它这个做一个transaction 比如说我给你send 10块钱 10个bitcoin 它是中间会过多少个step 中间它的那些到底是怎么样完成的 就是从技术底层的角度来讲一下 第四个比如说它比特币用到的一些加密的算法 或者那些validation的那些algorithm 就是它们怎么样是保证这些transform都是安全的 同时这些transaction它怎么保持命名 比如说我转了钱 为什么我 大家很多时候用比特币的原因 就是说我不想被政府监管 它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你在银行里面 比如说你想买个房子 你所有的权杂品 马上被银行一下子掉出来了 比如说你要买房子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它会因为预计你要求是 比如说这前三个月 所有的打进来的钱 银行都会要求你解释一下 这个东西是一下子就是把你的那个 就是根本没有任何privacy 你都是得一点一点的银行解释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因为银行的一个义务 就是防止洗钱 各种黑钱的手段 对 避免那些黑钱的手段 对 下面的话我会讲到下 到底是怎么样是那些挖矿 和那些挖矿的那些节点 第四个就是一些共识算法 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说 比特币当然和blockchain 是不完美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 其实 比如说它那些存储的空间 transaction speed 就是TPS非常低 而且现在的话是有越来越慢的趋势 到底这些blockchain 到底在以后会怎么样解决它 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下的分析 下面的slides 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下 就是如果是 大家对blockchain的那些知识 大家觉得自己比如说是 完全不知道打1 知道一些的话是打2 自己懂得非常多的话是打3 我可以根据大家的level 可以决定是那个讲的深入 好 目前看来是 1的比较多 2也有一些 目前还没有3 那行 我就知道了 我觉得大致可以根据大家的那个情况 来讲解 具体的是 对于make slice讲多深 我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好的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slides 对 现在有时候大家有两个单词 有个词 blockchain和bitcoin 大家经常昏为一谈 就是很多时候在说 大家有没有买比特币 比特币是什么技术 区块链是什么技术 区块链是什么技术 其实就是我给大家分别的解释一下 那个比特币和区块链 就是区块链是一个大的这个技术 它上面在区块链这个大的那个技术平台上 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比如说比特币是其中的一个 首先比如说比特币是所有的coin应用的一个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coin 为它有Ethere 还有Litecoin 还有比如说Ripper 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 还有各种各样的山寨币 很多山寨币是根据Ethere 这个平台来发布的smart contract 对 那这个blockchain的话 它的应用不仅仅限于coin 它有各种各样的应用 比如说它有smart contract smart contract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话 比如说执行去买一个房子 买家和卖家 都不相信大家 比如说买家觉得卖家是忽悠 卖家觉得买家是忽悠 你不可能直接把写张check给那个卖方的人 能把我把slides全屏 有些字小不能看清 好的 我现在把slides尽量可以调大一些 对就是可能这里的字比较 就是这个slides 可能后面的字会比较新 主要是我现在是全屏之后 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spring 我会 我这个slides会尽快的过去 你下面的字应该是比较大的 可以吗 对我就是 目前就是只有这个slides 到时候我可以给大家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对 好那我现在继续 对现在就是说 现在刚刚提到了就是买家和卖家 对现在的话 如果大家如果曾经买过 比如在国内或者是美国买过房的话 就知道中间有个esco 然后那个 所以说你在买房的时候你付钱 并不是说你把钱交给 直接交给了卖家 而是说 你是把钱交给了esco esco是确认你买卖双方 把所有的条件都达成以后 然后就把钱交给卖家 如果中间出了任何差错 他有各种各样的那个 条款 可以保证 平衡买家和卖家的利益 就是中间 频频多出来一个 3rd party 叫做esco 这个esco的话 就是说也会需要 花很大的人力和物力 比如说你需要雇人 还要雇一个 比如说相应的公共场所 还要雇相应的法律条款 让大家能够相信他 他要不停地和政府去 sync make sure这个esco 他所做的那个法律条款 没有违背任何 比如说county 没有任何state的那个法律 这个cost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有smart contract 加入之后 买卖双方之后 都是直接是在这个系统level中 不需要第三方 作为一个协同信任点 直接可以交易 如果交易上 比如说大家没有执行 或者执行错 直接在系统里 你可以找到 应该怎么样补救 这个我会在第二课 给大家仔细讲解 对 然后我再去说到这个bitcoin bitcoin的话就是说 整个区块链的火和流行 就是从区块链开始 就是从比特币开始 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区块链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比特币 这个也不是个新的东西 比如说真正的比特币是 比如说10年11年 那个我朋友已经开始 那个时候还是很便宜 我记得是一块钱左右 甚至不到一块钱 在比特币刚刚发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时候 大家对于比特币的理解 比较有限 大家都觉得是比特币的作用 就是洗钱 比如说 钱从银行 比如说你想从中国 转到美国 转不出来 很多人就是通过地下全装 或者比特币各种方面 就是能够转钱 对这里同学提到了 比如说25分 最低的时候 我有两个朋友 实现财富自由的时候 他们关注的时候 已经可能不止2毛5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是 一块或者两块了 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很好的时机 对 大家关注比特币 知道的是 比特币大跌不是现在才有的 其实14年的时候 和12年的时候 都有一次大跌 14年的时候 最高是涨到了 快2000 一下子又跌回了200 然后直到17年 又开始回复 又从200 一路穿升到2万 现在又跌回去 现在跌到大概是 六七千左右 对 所以说比特币一个相应的 那个 问题就是说 比特币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它那个价值和美元的 那个 兑换的价值浮动太大 大家不敢用比特币 做大规模的交易 比如说 我付给你10个比特币 今天可能值100块钱 明天可能值50块钱 或者是200块钱 所以说浮动太大 这个不太适合于一般的公司做 因为一般的公司 你要发布财报 要对投资人负责 你得给一个比较稳定的 expectation 当然这个对目前呢 比如说很大的应用 就是黑市或者洗钱 还是有应用的 比如说他们做地下交易 本来就是一个risk很大的事情 比如说被警察发现 他全都没了 这个的话 比你浮动50% 或浮动100% 这个其实 对他们 这个risk 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我后面也会 仔细讲到 这些比特币的具体应用 第二个是 我们继续讲比特币 比特币 现在大家很confused 比如说Coinbase 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美国最大的 那个Bitcoin exchange 它是有两个symbol 有BCT和BCH 就是BTC Bitcoin和Bitcoin cash 这两个是同时可以交易的 但有趣的是 这两个人 都说自己是正宗的Bitcoin 都觉得对方是一个假的Bitcoin 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说 我后面也会讲到 这个也是为什么 一个Bitcoin 现在分叉出两个 而且这两个都是主流 都是可以在Coinbase 或者其他各个exchange上交易 也是 因为大家也考虑到Bitcoin 以后是怎么样extend 现在的话 比特币的 还有一大的缺陷 除了它的那个价值 上下浮动太大以外 还有一个缺陷 是比特币现在的TPS 非常低 我后面也会讲到 如果大家走过一遍 Transaction的话 就知道就是说 比特币为了让大家可以 这个交易非常的安全 为了防止各种各样的攻击 它做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design 就是为了防止那个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fraud 或者是那些deduct attack 它相当于它的算法 是非常consultive的 导致它的那个transaction per second 非常非常低 所以说大家都想 怎么样给它扩容 然后比特币和比特币 cash是两种方法 现在比特币cash的话 其实是 他们是follow了 这个比特币 创始人钟本聪 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说 它把它原有的那个block 从一个Macbytes 扩展到八个Macbytes 然后比特币cash的 它是从另外这个角度 它也是扩容 但是说它扩容的话 有点像我们hack的意思 我后面会讲到 它其实为了是 让代码改动量小 它通过一个比较hacky的方法 就是把 就是可以不改动很多的 那个现有的code 就是做一个 从一兆扩到两兆 但是这个不是正宗的block site的变化 我后面会仔细讲到 它是怎么变的 对 然后中间用了一些sack read 后面还会结合了一些lighting network lighting network的话 就是说 这个有点违背了比特币 是去通信化的初衷 就是说 它会采取一些节点 那些节点就像银行一样 就是说 比如说在基雅图 比如说在三番 比如说在波士顿 他们在每个大的节点之间 就形成一个银行 那些银行跟我们现在银行 其实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 只有这些在些大的节点之间 才会用比特币相应的技术 但这几节点之内 还是用平时大家 每天在用的 比如说这些银行的那些 类似于银行中心化的transaction 对 所以说我个人的理解是 比特币 更像一个正宗的 就是实现中本聪一开始的 完全的那个decentralized 那个一个cash 比特币更像 现在的比特币更像一个 就是说 做了各种各样的hacky的trade off 但是还引入了中心化 部分中心化 概念的一个比特币 对 所以说这两个方面 各有优劣 大家都不知道这两个能够 谁能够在长期中胜出 所以说现在的investor的话 就是两方面都投 对 因为现在各种完全investor 很多时候 你看不清大方向的时候 他就会通常的做法是 我知道一个大的趋势 这个趋势可能有一二三 三种不同的技术思路 但我不知道哪个都获胜 那我两个都投 这是通常是investor大的hedge fund的做法 对 这两个一开始都是中本聪创立的 就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后面 因为他用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的block size 越来越大 现在的话 现在有两种扩容的方案 现在的话 比特币的话 就是通过是左边这种扩容方案 比特币开始是右边的扩容方案 所以他们开始hard fork 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两个都是中本聪创建的 但是他们 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 因为中本聪是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是个虚拟的人物 所以说 就是他有两派人 都是声称他们 为了是中本聪的idea 继续扩展 走了这两种不同的 继续发展 两种技术思路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 然后和区块链 这里讲到了区块链的话 他首先 大家就是大致介绍一下 这个区块链 他区块链呢 区块链技术的话 就是说 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活起来的 但是他区块链技术本身 已经大概有 可以 显然是超过了六七年的历史 对 这里的话 我 深入之前 我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比如说区块链或者比特币 大家常听到的一些名词 和一些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 不同的player 对 第一个player 是大家经常听到的 比如说是 我要挖矿了 我要去找矿池 我要买 很牛逼的挖矿机 先介绍一下矿机 如果是在 比如说国内 如果是生活工作过 就知道大家有 国内有个很强的startup 叫做比特大陆 它生产专业的矿机 挖各种这样的矿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家矿机的利润 非常非常的大 去年的财报 我也大 吓了一跳 因为大家都知道NVIDIA 就是做显卡的 现在是人工智能中心 深度学习 大家的股票也是狂涨 这家比特大陆的那个利润 甚至可以超过了NVIDIA 这个是我大大没有想到的 对 就是说明这个挖矿是在 比如说中国 或者是在俄罗斯 或者其他一些国家 是非常流行的 这边的挖矿的话 是指大家通过 简样的来说一下 这个挖矿是通过 解各种各样的难题 能够得到 能够解各种各样的难题 去争取到去写 那个账本的权利 你顺便就是帮 帮别人写账本 当然大家现在 资本主义社会 大家都不是火雷锋 你为什么频频 花自己的硬件 花自己的电 帮别人去写账本 去写那个transaction呢 那个是 当然是它是要有回报的 作为回报 它解了一个难题 同时它帮人 把账本写全 继续添加账本 它得到的回报 就是得到各种各样的coin 对 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 是比特币 或者区块链系统中 非常大的一个innovation 就是说 它在一个完全一个 自由的P2P的系统里面 提供了一个incentive的因素 当然这个东西 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创新 大家之前用过 用过迅雷 用过或者各种BT 都知道 就是说 你帮别人下载的东西 越多 你自己下载东西越来越快 当然是他们那种 迅雷的那种奖励机制 是它帮你自己下载电源 越快的速度 而这个的话 它是直接给你个token 这个token是可以交易 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 这也是一种incentive方面的那种创新 就相当于是制度创新 比如说 以前 比如说大家是在 比如说父辈的话 都是在公社里面 公社里面 你干的多干的少 都是一样的钱 整个社会的那个效率 就是非常低下 后来改革开放的话 很大的事就是 因为大家是通过了 发明了一种incentive 就是说 大家联产责任承包制 每个人是负责自己的钱 送多少都是归自己 所以大家的 一下子产能就是大大提高了 这个的话也是 类比的话 这里的话 就是挖矿这个制度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明 对 还有这里是各种各样的exchange 比如说Binance Coinbase 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对 然后这边的话是 还有各种各样的trader 他们会进行相应的ICO 就像这些同学说的 就是风口上猪也能飞 但是现在的话 风小了一点 现在很多ICO 就是从空中掉下来的 我这里特别不鼓励大家 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非主流的币 因为我个人观点是 大部分非主流币 比如80%以上的 最后都是归零 大家的话 就是有个20% 80%原则 大家就是无论是哪个领域 都是前级 或者现在第二名的公司 都会一定能赚钱 大家还是可以focus 比特币或者e steorism上面 对 第三个是dapp developer 就是说 就是根据区块链 大家可以写各种这样的app 比如说区块猫 大家可以看过 现在很流行去买那些 买卖那些猫 是其中一个非常流行的dapp的应用 第三个就是government government和banks 它们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support 它们support是区块链 regulation regulation是各种各样的coin 对 它们是既是支持也反对 对 现在这里有个大图 就是它的一个ecosystem 这字可能会比较小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看 这主要是我也刚刚提到了 比特币现在有 就区块链有各种各样的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作为它的currency 各种各样的b 大家可以交换买东西 它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developer tool 比如说它可以去track一些privacy 它可以做一些internet of things的事情 第三个是它可以作为一个authority 比如说大家做一些比如说user control 或者是其他的作用 还有这里是在fintech上也有很大的作用 做新的的保险公司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运用 这里我就不仔细讲了 因为我得加快一下sitube 然后大家回到什么是区块链 区块链的话就是从字面上讲就是一个链条 就是一个link list 如果大家刷题的话 它不是doublelink list 它是单线link list 就是每一个block 它都有一个point指向前面那个block 当然第一个block是没有任何前序那个节点 它就是叫称为genesis block 大致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链条 它有它自己的block 它有它的header 就是meta leader 就像http同一样 它有自己的transaction 就是对比http的话 就是httpbody 它所有的transaction都写在这里 这里注意的是 它会有各种各样的validation 因为在区块链的那个大的设计里面 其实跟我们平时system design也相关 就是说 你得假设一切人都是坏的 所有跟你做interaction都是坏人 你在确认 从它合作之下 要做假设它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 你要validate各种各样 有可能会出的attack 或者deduct attack 或者是这种 别的那些那个诈骗或者欺骗 我后面会仔细讲到 对 blockchain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一个trust trust的话就是说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银行 或者是非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 我们是吸引人 比如说我们把钱存在银行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银行会不会 银行长拿钱跑路了 或者政府拿钱跑路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但是这个事情 99%是不会发生的 是因为人类社会进化了这么多年 就是说大家这个trust对人 目前到这个为止还是比较walk的 但是到直到最近几年 这个事情不太我可对 就除了贾老板以外 哪怕是比贾老板可能还是要更加正经的人 比如说央行或者美联储 他们不是说直接拿你钱 跑路 他们用更加高超的方法拿你钱跑路 就是说乱营货币 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内M2或者美国M2 就是说不让那钱涌进来 你手上的钱能买的东西 其实是变少的 比如说你原来能买 比如说一百块钱能买一瓶房子 现在要两百块钱才能x2 就是说大家 它是各种方法是通过印钱的手段 可以间接的剥夺大家手里的财富 所以说这也是比特币起来的一个原因 所以比特币现在它有一个机制 可以保证它那个每年新加的货币 就是inflation是越来越少的 最后趋向一个成数 而且这个东西是算法保证的 不是说每个某个人的promise 这边在美国竞选大家也知道 就是很多时候大家各个政客的promise 最后很多时候也是大家就是说一下而已 真正被选上去了 它所谓的promise最后都不能被实现 这里的trust它是用算法实现的 就是用bits一点点的 就是0101这样实现的 这是几乎不可能去违背的 因为人的话大家是不能完全trust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也是假设每个人是贪婪自私的 所以他的制度的话能够work 社会主义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假设的问题 这里的trust比如说 大家如果有的人看过高兰高手的话 就是可能会比较感触比较深 比如说 所有的人加入这个比特币网络 大家都假设是坏人 直到你能够proof你是个好人 比如说櫻木花道或者什么三井 刚刚加入湘北壁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个流氓或者小混混 但是为什么他们融入了集体 甚至能够一步步能够打进全国决赛 甚至击败了最后的大boss山王 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个proof of work 这里打个比方说 櫻木加入湘北队的时候 安西教练就让他投比如说一万球的练习 这个櫻木有两个选择 如果他真是一个坏的人的话 他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 去投完成那一万个球 也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和精力融合 这里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讲个笑话 这个东西是跟那个比特币或者区块链 那个是紧密结合的 在新的一个节点加入一个区块链的时候 我们会到后面会讲到 你要写账单的时候写账本的时候 有一个书放过管 他会给你一个很难很难的题目 你会用你的机器去拼命去算它 然后你才会抢得写账本的权利 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明 这个比我们现在各种共识算法的话 就是说又添加了一个新的一个思路 第二点是一个centralized trust和decentralized trust 大家有可能有的人同学可以看过灌篮高手 有的同学看过NBA 那我可以两个图我都做了 对比如大家在灌篮高 NBA里面可以看过一人球队 比如说詹姆斯刚出道的时候的骑士队 那个时候大家的trust 是所有的队员都trust的中心那个节点 就所有的比如说对应的是比特利 对应现在的分布式系统的画质 所有的系统都会 所有的就是比如说node 如果trust的一个中间的一个master node 然后那个master node是做真正的读写 在我们csystem design里面也会提到 但是这比特币是完全decentralized trust 也就是说在比特币的网络里面 比如说没有一个节点是真正的中心的master 节点 他们做的事情是所有的大家是wrote 然后做proof of work得到的 相对应的比如说NBA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记得比如说03年的 或者是好像03年的活塞队 大家五个人每个人都不是superstar 但是每个五个人都是非常同等重要 所以说他们是没有个完全的核心 但是每个人都是核心 这个是更像我们现在的比特币 所以说他们后面击败了当时非常强大的护轮队 可以拿到了冠军 我大致讲一下比特币的那个transaction的那个过程 首先大家会拿到一个比特币的钱包 比特币钱包如果大家没有用过的话 可以在网上面可以试一下 对钱包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比如说你在coinbase上注册的账号 他会给你个假钱包 那个钱包的话是你是基于你对coinbase的一个trust 就是说你就是你就相信coinbase不会来害你 还有种钱包是一个真钱包 就是说你真的是把他的bitcoin那个call下下来 在你节点上大概但是他需要很大的那个硬盘 大概现在已经越长越大大概是130几了 所以他是通过算法保证那个不会是假的 然后你去做一个transaction 比如说你把钱给A转到B 但是A到A到B之间就会变一个transaction 这个transaction的话会广播到所有的那个区块链 网络的中正node 这个node的话其中有一个挖矿机 会脱颖而出把这个transaction给写进去 写进去之前他会做一些基本的validation 然后写好之后又会把这个广播给所有的node 最后等所有的节点都接受这个 拿到confirmation之后 然后钱会真正的从A转到B 大致是这样的过程 我后面会细讲他其中的一些细节 然后大家想到就转钱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安全性呢 因为安全性是所有的那些payment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安全性的话就是说 他比特币内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机制 他是用了非对称加密 他有他相应的encryption和sign 他自己的每个node之间有public key 和他用private key去sign public key 那public key做verification 大致是在这张图 我可以给大家往后下面 可以讲到这个sign的大致的过程 对 这里重复讲到比特币的钱包大概是两种 一种是公共的bitcoin 就是说他是通过算法把整个比特币的账单 都sink到你的比如说在desktop上面 因为比特币我这里讲到了 他这个是在每一个节点 他都是有所有的那个transaction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比特币的transaction 都会放到每一个节点上 如果你要装这个真的这个钱包的话 你可能需要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desktop 然后有很大的hard disk 因为他你说世界上所有的比特币的账单 当然他压缩的比较好 比如说130个G 都sink到你这里来 所以他会启动你转钱 是否会做贵重 validation 不会骗 然后这些sign party的话 你懒得装的话 你只能相信别人 就相信别人的话 如果这些sign party钱包 卷钱走人像假老板一样 那你也没办法 对 但是他就不用装这些东西了 就各有利益 这边讲到了这个怎么样保证比特币 钱包的安全性 现在的话就是说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支付宝这样的转钱 就是说比特币的话 现在是他的那个 你要转钱的话 他说被转钱的人 会要提供一个比特币转钱的地址 他会到时候生成根据他的private key 生成一个public key 但是public key做一些transformation 就是生成了一个地址 然后你要给他 你要是给他转钱的话 你必须有自己相应的那个private key 然后要证明你去拥有那些比特币 你才能够转 然后这个被转钱的人 可以通过他的private key 生成无数个被转钱的地址 这个目的是什么吧 比如说我想收钱 但我不想被人家知道 我每次都是换个地址 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 大家都生成不同的那个地址 然后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地址给我转钱 虽然这个转钱这个事件 还是被sync的所有node 大家都给看到 但是大家没有办法通过各种各样地址 再重新check back 对应到你自己 没有check back到你自己 所以说这个保育中的一定的秘密性 这个就是他这里图 大家可以客户仔细研究 怎么通过一个private key 生成一个比特币转的地址 这里用到了很多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用到的base58 还有share256 对 还有check sound fingerprint 这些东西可以大家客户研究一下 其实跟我们系统design 也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说大家怎么做一些压缩算法 或者是什么 可以问到的话 我这些干点清楚的话 可以给面试官眼前一亮 对 这里讲到了一些hash function 我可以顺便讲一下 这个是跟 在blockchain用到的是share256 就是256个bit 32个byte 这个的算法的优点是他非常难被破解 非常非常非常难 就是几乎很难被破解 对 但是它的难 难点就是说 它去生成这个东西 也是会消耗很多的时间 CPU cycle 对 然后md5的话是16byte 就是share1 相对容易破解一些 但是花的时间也少一些 然后base64 这个东西是另外的技术 是跟blockchain无关 它是可以decodable 就是说你可以从A转到B 从B又可以转回A 这个可以 但是它的长度是不确定 这三种是用不同的 比如说在系统design里面 有不同的用处 对 比如说你用这个AWS的SQS的话 你会经常发现 这个base64 是经常把一个banary的data serialize成一个stream 然后serialize stream的目的是 可以方便地从一个service 传到另外一个service 对 这些东西可以对你们system design的时候 可以讲到 比如说你们去传一个data 怎么保证它的安全性 比如说你可以在interview的时候 你就可以回答 我含了一个东西 我同时有它的一个signature 我可以validate 它这个signature 对 如果你在系统design里 提到这个安全性的设计 很多时候就是比那些freshgraded 都会有很大一个level的提升 对 这个就是说 具体的话就是加密的话 目前的算法是有通过对称加密 和非对称加密 这里就是个对称加密 比如说 我要把一个东西加密了 我把加密的东西要发给alice alice 必须由我那个key 我偷偷摸摸 比如说通过邮件或者什么key 发给它 让它通过同样的key 去decreate 危险是 你把key转交的过程中 有可能被别人黑客截获 这个就不是他们安全 对 当然就是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提到 我可以先想吧 对 这个题叫mine in the middle 对 就是说中间的这个环节 除非你写在纸头上 把这个纸头再给别人 但是中间你递纸头的时候 万一路上遇到小混合 会被强调也有可能 对 在非对称加密的话 就是比以前那个时候非常安全 对 有非对称加密一个经典的例子 在面试中 大家可能有的 有些面试官可能问到 就是说HCTP和HTTPS有什么不同 HTTPS就是充分的用了 非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 这个大家可以课后去看一下 我把它列出来 因为这也是一个常见的 那个知识点和那个 System Design的问题 比如说在HTTPS的话 目前下面几个step 就是客户单先开始一个 Hello 一个Request 就是开始Initiated Request 然后这个服务器端回答 请求 并同时把它的SSL Certificate 发还回来 然后第三步是 作为Client Explorer 它会verify它自己的 Certificate Authority 所以在browser里面 你会装一个东西 装一个Certificate Authority 它会verify它发回来 是不是Match 能不能够validate 如果validate之后 再开始用Texended 所以第四的step是Symmetric Encryption 就是它同时用到了 Asymmetric和Symmetric Encryption 对 这个东西也是个知识点 大家可以口口准备一下 对 讲到了Mining 这里的话就是说Miner需要 Miner的话是 就是说 讲到这里挖矿的时候 我刚刚提掉了 就是挖矿的人需要解一个难题 就是为了 为什么让那个 大家挖矿 为什么不能瞬间挖完呢 现在是出现了个问题 就是也是出于安全的问题 比如说 挖矿的目的是 你最后拿到一个权利去写 那个账本 但是问题是 如果是开始现在有 各种各样的DDoS Attack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话 是无数人不同的写 你就不知道它具体是 这些权材品是怎么样的一个顺序 因为你写完那个账本之后 你要同时又跟别的 比如说世界上 比如说几千几万台电脑 再同步 每个电脑的时钟 只要差一点点 那个顺序 在这个Distributed System里面 就完全就容易乱套了 其实分布式系统最大的问题 难点 几十年来 就是这个时间和这个顺序 到时候我可以找一个PayPal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分布式系统 其实现在核心就是怎么样 保证这个时间顺序 就是这个order 对 所以说比特币会给大家 让大家的那个 make life much harder 它的目的就是说 才会保证它每出一个block 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解出来 这样它的一个order 就能够确定下来 比如这个权材品 在那个权材品之前 这个block 在另一个block之前 才能可以慢慢翻到它下来 然后这个wakon的难度是会慢慢 随时时间调整 是越来越难 很不幸 就有点像leadcode的那个难度一样 就是五年前六年前leadcode 你只要是median flag 法轮功马上搞定 现在你把hard全部做出都不一定的搞定 很不幸 这个其实跟比特币 现在也是一样的情况 它要解一个难题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下256的方式 它take这些前面一个block 它的mark root 它的nounce time 和bits 它要小于一个数 小于一个什么数呢 它是小于一个0000开头的一个数 但这个数是0越多就越难解 也就是随着时间那个invole 这个0会越来越多 导致你是越来越难解 它解这个题就是不停地没举这个nounce的值 使得下256的方式算出来 刚好是小于这个0000 这里有几个概念是mark root mark root的话也是为了做一个validation 这个的话跟我们后面讲到的就是有一些 现在的system design有点像 对 也是做一个hash做个validation 这里的bits的话是 表示你是什么hard mode easy mode difficult nounce的话就是可以没举的是 OK 讲一下这个mark root mark root它最重要的目的是 它认为是 它为了保证这个transaction 不被人乱改 就在每个transaction 每两个transaction之间 它会有一个hash值 但是hash的hash 最后导致最终有roothash 你任何transaction被人totalmomo改了 最后的hash值会发生变化 然后一下子就会被validation algorithm 一下子就会被detect到 它的目的是作为secure secure 但是它用hash的目的数 你可以算法可以快速的证明 这个东西有没有被人改掉 对 这边是一个transaction的structure 就是前面之上后面 它有很多很多transaction 看这个transaction 仔细看它有那个transaction 每两个transaction它会做个marklet tree 它最后有个marklet tree root 它最后放到它的header上 对 就是大致的一个圈材群 然后我们又重新讲到 刚才一开始我提到了 就是说bitcoin和bitcoincash 这两方面 其实这两家都是好的 这两家都是好人 他们都是想解决一个bitcoin不能scare的问题 刚刚之前军球群有 微信群有人问过了 就是说比特币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transaction per second 非常非常低 低到你难得一想象 现在很多主流就是说 一个一秒钟只能 真正的bitcoin只能处理7个transaction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visa mastercard 就是几千一秒钟 几千几万个transaction的量级 你只能取7个transaction 这个是非常非常少 这个导致目前的应用 很多人就是用来洗钱 比如说我洗100万美元 或者是1亿美元 从国家A到国家B 那我其实不在乎这个TPS 我只要哪怕 只要我等个7天那无所谓 只要比特币保证它的安全性 就是说对于现在目前非常大规模的 钱的转移 这个东西是够用的 但你这个bitcoin 比如说你我买杯咖啡 那就不行了 比如说星巴克 每个人咖啡用bitcoin 全部堵死了 你根本没办法 比如说等个咖啡 你得花30分钟 或者50分钟的时间 那谁愿意买咖啡 用比特币去买咖啡 现在就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通过bitcoin 他用通过sigrid 和扩充block sigrid sigrid 我可以带给大家简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边的 transaction的data structure 就是它有它的头 它有它的signature 还有是这么大 它主要的overhead是 它这个signature 它signature占得非常大 比它本身 实有的data还要大 但你不能把它扔掉 你扔掉之后 就不能validate 这比特币的安全性 就无从谈起 它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弄掉 它其实有个hack 就是说把一个signature的block 不是说它扔掉 它是从这个transaction的block 里拿出来 放到append后面的 它保证现在这个transaction的block 可以放更多的transaction 但是它又有个大的block sorry 有个大的block 把整个transaction包起来 好处呢 就是说你现在的那些code 都基本上可以兼容 就是说你只要外面 加一层layer 里面transaction 那些大小都不用变 就是最大 但是它size不用变 但是可以包护更多的transaction 但是坏处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更像一个hack 就是future不能extend 这个大家可以联想到一些system design 比如说大家问一个 比如说 演示官问你 你为了最大的实际中的困难是什么 真正做过一些工程的 知道 很多时候实际的困难 并不是让你做一个全新的project 全新的project 是非常容易的 现在大部分 我作为这几年的engineer的challenge 就是你有个很老很旧的系统 你同时要设计个新系统 但是你同时要满足老系统也能work 新系统也能work 中间有一些共享的部分 那个就是说 你开的飞机同时要换隐形 同时你也不能保证 必须保证现在开的飞机不坠毁 同时你还要换上隐形 这个的话就是你可以提到 就是说system design 各种这样的trade-off 像这种bitcoin cash的sigrate 更像一种hack 就是它表示 今天你可以不改这些code 直接把这个transaction block 拿到外面去 让seer的transaction block 可以hold更多的transaction 但是长期内还会有更大的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工程上 大家可以见到的 反而是bitcoin这种 用法用的最多 因为可能用各种 politics 大家可能想先把这个project做完 下面的一些具体算法 大家可以仔细研究 我都贴在这里 讲解上 还有一种是在上面的话 一种lighting work 我刚刚提到了就是说 还有一种就是增加tps方法 就是说你中间加很多一个supernode 就是这些node非常强大 但是这些node是用 目前大家常用的transaction based的那些算法 就是centralized的transaction based算法 等它们作为清算之后 然后再把它们交易就广播到比特币的网络里面 好处呢就是tps增加很多 比如说我跟你的交易 我们先通过那个清算中心 就跟我们做paypal或者是visa card一样 清算好之后 比如说一万人做的交易 今天我们把账目一汇走 晚上的时候 他再把这些transaction 传递到比特币的网络里面 这是被aggregate的transaction 坏处呢就是说 还是有可能跑路 这个相当于多中心化 比如说我相信这个p1这个节点 但这个p1也是被假老板控股了 假老板把p1的钱 在比特币那个网络think之前 他走人了 那我也没办法 这也是像一个trade-off 就是partially decentralized work 其实system design是经常会用的 对 然后这里我们提到了几个点 比如说markletray markletray和我们以前system design的blown filter非常像 也就是做一个快速validation 你通过hash方法 还有这些blockchain和concurrentlink list 你要保证高并发 你的blockchain的话设计的时候必须要 能够把这里concurrent 要不然会throw你exception 第三个是payment design 你怎么样开始一个transaction 做validation 最后做个settlement p2p的话就是做一个settlement的例子 你先比如说这几天的 我都在我这里集中汇总好 做个settlement好之后 再把那个transaction固执上去 对 然后你怎么样在settlement 那里做一个trade-off 你怎么做backward compatibility 比如说 BTCB现在用的settlement 就是说backward compatibility extensibility就是 BTC cash 就是为了长远 长远和 还有decentralized efficiency 比如说我们现在lightning work 是为了efficiency 但是你用了为了efficiency 你牺牲的是什么 牺牲的是decentralization 你还得相信那些部分的节点 对 这个东西大家都是可以 跟平时的那个sist design 可以connect起来 对 然后继续讲它是怎么样 防止各种各样的attack 现在的话就是说 刚刚讲到了就是说 首先比如说你要为了 让一木花道或者三井 加入一个相北队 并且强行他们是好人 你必须给他们sign 非常难的work 让他们第一个是 花很长很长时间做它 第一个你之所以 花很长时间做它 就说明你至少 不是随便乱攻击 或者是会让你攻击的那个cost 增加很多 比如说我想攻击你 但是我要攻击你之前 我得做这么多事情 很多人就懒得去攻击了 第二个是说 你增加hardwork之后 每个block中间的transaction的话 数目会比较相对减少很多 这样的话它会 在比特币的transaction 它的顺序就慢慢就定下来了 在distribute system里面 你要定下一个determinist的顺序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 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文章 就知道很多就是 获得诺贝尔图林奖 不是不是 就图林奖 不是诺贝尔 图林奖的就是解决了 时间和顺序 在distribute的问题里面 广播到整个network里面 比如说常用的一些gospel portal 就是在p2e评完节里面 我做了一个事情 非常efficient的广播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gospel protocol 这个在system design里面 也经常用到 或者interview question里面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 新的node要加进来 你必须sync已有的 比如说我加到一个社团里面 我必须跟老大sync 现在我们有什么权杂的询 直接要做各种各样的validation 然后这里讲一下consensus 就是为了大家系统design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proof of work 我们现在的design 就是让你做一个非常非常的难题 这个题越来越难 这是其中一种consensus 然后我们一有的是 以前的那种各种各样的consensus 都是在一个trust environment里面 我们系统会选一个leader 所有的members都是trust 比如说Beachin非常著名的算法 叫Paxes和raft Paxes是最开始提到的 就是说大家怎么样选举一个leader 那个leader中间挂了怎么办 挂了之后 比如说中间的或者是network 有partition 之间沟通不畅怎么办 大家都是有 但是这个前提是 这个系统 大家都是好人 没有人会故意是攻击 同时这个 通过leader和非leader 是两种不同的role 在那个blockchain里面没有分开 没有说谁是leader 谁是slave 或者谁是secondary 大家都是等同 这有点不同 还有raft 比如说etcd 或者从people的第一个version 也是用raft实现的 对 下面是在P2P environment里面 我们就是proof of work 是这里的 POS的话就是proof of stake 就是说 我朋友们第二讲会讲到 还有是拜占庭 将军问题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 我在第二讲会也会慢慢提到一些 这些的话是跟比特币关系 就是这个slide 第41个slide 是跟比特币关系不大 但是我建议大家去看 就是因为是在system design里面 比如说你要拿比较好的package 光凭算法是不够的 比如算法是必须的 因为你要拿到那个offer 但是拿到算法之后 拿到好的package 很多时候design问题 就是可以做很好的区分 对 现在是B2P的transaction 能给lifecycle 对 现在就是它怎么样发 这个slide跟我之前的slide有点像 现在是更加 更加detail 是怎么样做的transaction 大家可以客户看一下 就是怎么样 从A前转到B前 中间经过无数个 无数个step 怎么样 这些nodes怎么样广播 中间一些挖矿的人 还帮你去写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转钱的时候 某个矿机 其实是在帮我 在写这个transaction 很多人在一开始都不会注意到 对 这些的话是 你在转钱的时候 它会做各种各样的validation 它会 你在转钱的时候 它会 check 你所有之前的history 你转进和转出 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 它会要求你看 为之前前五个月 全部的转进记录 和全部的转出记录 还有 再check你剩下的balance 够不够 然后transaction 对 finalize之后 你所有的买卖双方都会有 那个转钱的双方 都会得到confirmation 然后这里刚刚也提到了 它会那个 收钱的方 你可以 脚兔三枯 你可以 创建很多个不同的 钱包的地址 所以说 可以让别人就查不到你 对 还有是 接下来是 还有各种各样的攻击 就是说 这里的confirmation很重要 不光是在比特币 在现在的payment system里面 现在比如说 现在的比特币有攻击率 就是我一共有 两块钱 我同时向A和B 各买了两块钱的东西 很多时候 就是说 如果是seller 你不等这个比特币 network的confirmation的话 直接提供服务 有些时候就来不及了 对 它就会被骗了 就叫做double spending attack 这个比特币的话 它就要求为client 必须要等到confirmation 比如说A B稍微跨了几分钟 它会有confirmation 它自动就会把buyer 之间的两块钱的balance 扣除 然后B这个时候 它就会被reject 因为你发现的balance不够了 对 然后这里比特币也不是万能的 就是说如果是假设 一个坏人 他非常强大 控制了世界上50%以上的computing power 他可以改写任何的记录 但是这个cost非常大的 很多时候他赚的钱还没有他花钱去买那些矿机的钱贵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边系统design的时候 它不会世界上的 你去说这个系统不会尽善尽为 它只是说很多时候你设计系统是让人攻击你的时候cost增加 而并不是说你可能百分之百屏蔽这个攻击 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防止k核攻击 你所有能做的只是让它的成本增加 现在是目前各种各样的那个防止攻击 对service protection的一个思路 对比如说detail set 你永远防不了 但是你可以让它防得很痛苦 让它攻击得很痛苦 还有下面有三种attack 其中一种是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同时发了很多conflict transaction 非常快的速度 就是很多人 Korlant没有做很好的webgation 就会被骗了 还有就是写进全贷型之前 就拼命的钱 然后就开始transaction的转 第三个就是51%attack 50%attack只是在理论上有可能性 但实际上的话还是不止in黑客 没有那么多钱 他有这么多钱 他没有必要去来hack你们 对 这里的话跟系统design能够连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讲到的话就是说 一个是小的transaction转和大的transaction转 现在比特币为了那个防止那个 比特币中间各种各种的attack 你要比如说你要转100万美元 他需要六个block都成功在比特币 都被confirm了 他才confirm这个transaction 如果六个block都被hack的可能性 是几乎理论上是没有的 但是你这个六个block的话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 甚至比如说50分钟 甚至有的人有一天在poofdelay 甚至比如说半天到一天 但是这个东西是值的 比如说我要转100万美元 我不在乎十天 甚至我不在乎一两天 甚至我不在乎十天 这个六个block的话等待是为了安全性 然后你small amount of transaction的话 就是等0个block 现在比特币内部有个算法 就是说他们想让客户不等 就是说你买咖啡也买咖啡 如果是你被黑客攻击的话 黑客可能比如说赚了三块钱 但是他现在的改进是 你让成功的攻击 在等0个block的情况下 成功黑客攻击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黑客可能要花20块钱 对于黑客来说他还是没问题 马上就攻击你 他花20块钱 但最后比如说你只是买了咖啡 他只赚了你三块钱 最后黑客还是亏的 所以是在small amount of transaction上 我们是可以使用0个block等待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security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只要保证现在的算法 导致黑客攻击你 他赚的钱远远要超过你自己损失的钱 这样的话黑客就没有什么赚头了 对还是有攻击 但是如果他就是说 比如说你不小心得罪了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有几十亿美元 他就是要跟你耗 这也没办法 但是理论性的可能性很少 对 他宁可自己花五千美元 也要耗掉你十块钱 这个也没有办法 避免 对 下面的话就是比特币的现在目前应用 比如说现在刚刚讲到一个black market 你做洗钱或者做武器 现在为了防止各个公司都是做regulation 然后还有个是cross border payment 就是说现在每个国家 比如说中国之间用支付宝 比如说美国用paypal visa或者什么 但是那些cross border那些payment的话 很多是公司已经开始了 因为大家的清算法律制度不一样 很难找到大家都能trust的 因为大家只trust自己的政府 trust自己的央方 没有一个第三方的trust大家可以同时的 这个比特币就是一个比较好 或者blockchain是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很多公司或者是创业公司 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 还有一个就是investment as hedge 就是说现在从 下一次金融危机开始 大家都是零利率 都是拼命印钱 加上零利率或者负利率 导致大家的手持钱不停的贬 现在的话比特币的其中一个方向 如果是它的价值能够稳定下来 它就是说给hedge 因为它比率上它不可能通胀 通胀是非常少的 而且很多人不小心把自己的key给丢了 实际上它有可能还倒成通缩 就是说你把那key给丢了 那是真的丢了 没有人能帮你找回来 就是说现在是 很多人就莫名其妙的 把自己的key给丢了 所以导致它的总量 说不定还会减少 最后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图 就是说这个讲座的目的是 让大家focus上一个技术本身 并不是千万不要去炒币 比如说无论是internet或者是bubble 还是比特币现在的平民狂跌 都是有这样的curve 就是一个新的技术 新的浪潮来之后 大家都会过高的信任它 都觉得它第二天就能改变 change the world 第二天我们就能land down the mass 但是是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如果经历过99年金融危机 而不是99年到02年 那个IT的bubble 那个internet刚刚产生 但是大家希望是对它过高了 导致大家随便写一个PPT 就拿到几百万美元 几千万美元的融资 导致那个时候internet bubble crushed 2002年 但是它crush并不说internet是没用的 internet就是一个fraud 不是 至少那次crush之后internet 是越来越成熟 现在的比如说世界前十估值里面 一大半都是基于互联网的企业 我个人认为比特币也是走过这样相应的一个cycle 也就是说它刚刚出来的时候 没人理 但突然大家所有的炒家卖家 心怀鬼胎各种目的 把它hack上去了 然后突然又crush了 就像这几段时间 crush倒并不说代表它这个技术不是没用的 只是说之前大家那些bubble给刺破了 相反就是有利于区块链技术 往更健康的方向来成长 这里有个图就是比特币bubble和internet bubble 比如说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 现在只是一个bubble 就是一个infant的时间 这个相当于对比来说是一九六几年 internet只是在军方的实验室里开始产生 这个还有很多很多不完善 比如说transaction的速度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scaling up的问题 大家可以读到它现在scaling up有各种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都是sonar or later都会解决的 我也会在第二讲中讲到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读一下相应的文章 我也把这个相应的图形来贴下来 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 我这里有个Golang project 就是说你让你实现一个基本的blockchain 用Golang port buffer 我有一些sample的答案也贴出来了 到时候可以发给大家 之所以推荐Golang 是因为第二代比特币本身是用cc++ 但是第二代的区块链技术像那个 Ether 或者各种各样的client 他们都开始用Golang 而且Golang在Docker或者Kubernetes 用处都是用Golang写的 就是说现在是非常好的一种语言 它是可以写infra 它的GC比Java又有效很多 它又可以做很多底层的东西 如果学有余力 大家想把那些从coding level上掌握的 我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文章 我也会把相应的答案给贴出来 然后如果是我们也会看一下以后 报名的情况 如果很多人想报名高级的比特币 高级的区块链技术培训 我们也可以更深入的 比如说下来的课程 就是从coding来 我就是一行行的代码的角度来 给大家分析 帮大家简单疑问 下面最后几个slides 就是reading material homework 然后最后时间也超出十五分钟了 最后反正也给大家一个积雪 就是如果看过钢篮高手的 可以看到就是全国大赛 就是说很多时候人生之中 就是有几个关键点 很多时候卡在一个点上 就是导致后面整个人生都会发生的变化 就是说在现在找工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说你多刷几道题 多复习几个design 可能就是会改变以后的非常大的 人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里给大家鸡汤 大家可以自己随意 这里讲到一个同学讲到 老师能不能讲到 现在区块链技术对中心化和效率的取舍 现在是这样的 现在有两个流派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一个流派就是focus上它的中心化 比如说就是Bitcoin cash 就是说去中心化 其实客观说不是中心化 而是说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Bitcoin cash 完全保留了中本从一开始的想法 也就是说这个trust 远远要超过它的efficiency 它是用那个efficiency去换取 sacrifice efficiency去换取那个trust 这个的话在比如说目前的应用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你转大规模的钱 从A到B 其实我不在乎这个时间 我只在乎它这个安全性 就是说在大规模转钱这个应用上 这个去中心化是更加的重要 然后效率的话是 但是现在更多的公司 现在开始往效率那个方向 是因为就是比如说lighting work 我刚刚讲到这里的话 就是说这里 就是有多个节点 中间有多个节点 就是说作为一个第三方的agent party 就是说它其实没有完全去中心化 就是说它有多个节点 但是多个节点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非常人为trust的环境里面 比如说这个节点放在微软 那个节点放在IBM 那个节点放在Google 对就是说相当于说 这个就是说一个sacrifice部分的去中心化 换大了很大的效率 我个人认为这两种都会并存 但是现在的公司 因为公司都是一切都是逐利的 公司现在花钱比如说Google 或者IBM 或者什么就是 就是往第二个方向 效率的方向取舍 因为效率方向的取舍 它可以让更快更多的应用 马上落地 可以马上去取得更多的customer 可以马上的为公司取得利润 所以说它们会慢慢淡化去中心化 而更多的放在效率上面 这个是商业问题 而不是技术问题 当然完全的经典的去中心化 像Bitcoin Cash 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用 也不会就这样死掉 是因为大家还是有很多应用场景 是需要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去中心化的 所以说这个我个人理解答案是 就是说去中心化不会死 但是未来的趋势是更多的公司 因为商业利润的考虑 更加是往效率的方向 我在第二讲会慢慢给大家讲到的各种各样的抗议 抗议的那个发展 我会提到的就是各种抗议 或者smart contract 好的行 我到时候会把那个assignment也贴出来 就是sample code 大家也可以尝试 不要直接看答案 尝试的自己做一下 如果考虑到大家现在主要的focus是interview 当然其实只是对于感兴趣的东西 可以做一下 或者像以后商业的往事班 其他的话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看我slides 我的slides上有好几个slides 是专门是sysdesign这个标签的 就是说你看了区块链之后 你同时可以跟这些interview的question结合起来 因为区块链本身用了很多很成熟的 我们distributeddesign的那个技术 这样的话可以帮大家可以掌获达offer 好的谢谢我现在课就到这 如果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QQ群里面 我可能不会回答非常细致的问题 因为它的具体算法怎么算 因为每个算法每个component 你要讲的话可以讲不止一课 就是每个slides这里 比如说Litene work到底怎么algorithm 或者是那个proof work 这个hash function到底怎么实现呢 或者gospel 这个东西每个东西都可以讲一节课 我会在大范围内和你们system design相关的那些 会跟大家讨论 好的谢谢大家 现在也超了大概20分钟多了 对 所以有问题到时候在微信心里面讨论吧 谢谢Excel老师 好的那先这样吧 祝大家刷题成功 今天向上 我们下个项目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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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